而諾魯這次斷交呢 外交部後製還出面說了 對方呢還跟我們索取巨資 甚至呢還想跟中國比價 而事實上呢 諾魯這個國家蔡總統 還曾經在2019年的時候造訪過 他是世界上最小的島國 大概呢只有兩個台北市大安區的大小 不過呢在1980年的時候 當時諾魯的民生設施通通免費 甚至還不需要付所得稅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擁有全世界最豐富的零礦 但是呢在20年後 因為貪腐敗壞 所以十億美元國家的主權基金 被揮霍殆盡 這也因此呢 諾魯過去曾經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還在國際上被稱為 太平洋上的科威特 但如今他們卻被評論為 是世界上第三世界的窮國 帶你來關心諾魯共和國 今天突襲是宣布於我國斷交 而諾魯的政府也公開影片說明 但是第一時間呢 外交部也即刻出面說明 我們先來帶你聽一下 他們怎麼說 我必須說來得很突然 當然中國是利用這一段時間 毫無預警的讓他做出決定 但是這個國家的政局不穩定 是一直在發展的 我們當時也非常關注 說就在這個時間點 禮拜一 大概在諾魯的時間 它的四點鐘 我們這裡是11點45分 我接到的訊息是這樣 11點45分 所以我們要做得很快的 可能已經挽回不來 他已經不見我們的大使 他在那邊不見我們的大使 表示他已經心意已定 只是就這麼恰巧 台灣總統大選才剛結束 過去兩天諾魯 還曾對賴清得當選 發出賀電 不過才不到兩天的時間 馬上傳出斷交的訊息 而人在瓜地馬拉的 無招謝聽聞消息的時候 表示非常的生氣 但媒體就接著問說 外交部是否有挽留 但田光中就指出 對方要求的天價金元 遠遠超出我方對一般的邦交國 所能提出的數字 而這手段與中國過去用大筆金錢 把我方的邦交國買過去很相似 證明中國用金錢外交打壓台灣